好咱们接着往下走 其实咱们上几课做的这个东西 其实还有一点 咱们需要再处理一下 就是状态这个块 这个状态需要改成汉字的说明 一直改成有效 零改成无效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我们这里就先把它做一下 这里头需要在这 定一个数读 Status等于 等于什么呢 无效 对吧 无效逗号有效 是这样的吧 然后呢 这个在我们的页面上 直接加上就行了是吧 是在这吧 加上Status 然后呢把它一包起来 包起来 啥信呢 是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 是否有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数据 现在这三个是有效的 是吧 这是无效的 那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删掉 删掉删除是不是也好用 现在是三张网告 这个后台的功能完事了 那接下来咱们要干嘛 是不是我们要做前台展示了 后台完事做前台 那么前台这里头 我们看一下需求分析 这里主要就是修改这个手印 修改这个手印呢 当这个广告描摸图呢 要根据后台设置的广告里面来产生的 我们现在后台产生的 是不是这三张图是吧 那么我要求什么呢 我要求这个前台的这个页面 也就是这三张图吧 我们来看一下静态原型 它是几张图啊 它的图是和我们这一样的啊 这个静态原型 好难前台 这个它有一个人气好书宝 咱们这里有吗 没有这个吧 也就是说它这个里头有这张图片 但是咱们这里没有是吧 还有什么低值一元秒这个啊 也没有吧 所以说这个图片是不太一样 第三个呢 第三五折这个咱们是有的是吧 五折是有的啊 所以咱们现在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从后台读起的话 大家应该一眼能看出来 是从后台读的对吧 因为图片都不一样啊 图片是不一样的啊 咱们现在呢 就来完成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首先完成功能 这里都要怎么办呢 这里首先要进行一个工程搭建 因为这个部分功能 属于网站的前台是吧 这个网站前台 我们要单独再搭一个怎么样 单一个这个外部工程 单独要搭个外部工程 我们不能把它放到后台上啊 因为它单独再搭建一个 那么实际上到后台后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网站前台这个部分呢 它不只是这一部工程 这里我们会有很多个外部工程 对吧 就光前台这一块就有好多部工程 这只是其中一个啊 那么我们给它起个名 叫体牛够抛头杠外的啊 抛头的意思是啥意思啊 门户入口的意思是吧 我们现在把它命名是这个名啊 因为网站手机属于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口啊 这个门户的东西啊 咱们现在就来构建一下 新建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叫品优购 杠 抛头 杠外部 指定我们的副工程为parent的工程 next 选择这个warn 是吧 finish 是不是这个工程我们就建好了 就建好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是不是要引一些依赖 是不是 这些部分是不是我们参照其他的办法工程做就行了 找一下其他工程 打开这个shop吧 打开泡文件 这里头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些依赖 还有呢就是这个他们开的插件 这些东西都给拿过来 放到这个工程里啊 这个参照这个东西来做就行了 好了 把这个加完之后呢 这里头有几个需要改的啊 首先必须要改的就是这个端口是吧 改什么 9103了是吧 注意9103是网站前天那个端口啊 前天那个广告页的那个端口 然后呢上面这个部分有哪些需要改的呢 这个是不是得需要去掉 Sellerhood是不是去掉 因为我们说网站的这个工程啊 Posal这个工程 它和商业没关系 它和哪个有关系啊 和广告有关系是吧 所以这个先去掉啊 这个common你该引就引了 这个就可以是吧 那紧接着这个segurity应不应该引呢 这个其实没什么必要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网站前台来说 他又不需要什么 他不需要去做这种认证对不对 所有人都可以访问 所以说你家里东西没什么用 你给他去掉一下 是吧 把这三个依赖去掉之后 再给他加一个什么呀 再加一个content的那个依赖 行优 够 然后呢 content的interface啊 注意是引那个接口依赖 明白了吧 把这个依赖引进来 这个呢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啊 然后呢完成第一步之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其他的配置 要给他拿过来啊 哎 这里头就参照那个其他工程做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 外部的sml是不是给拿过来啊 哎 参照这个shop杠外部给拿过来啊 考过来 打开一下 这里有几个有几个部分是没个删掉的 就是我们下边那个部分 这是啥呀 从这到这啊 这个不是都是Spring security的配置是吧 那现在我们没有塞出Spring security的框架 是不是这东西必须得拆掉它 给它拆掉啊 不要就保留一个Spring MVC就可以了啊 保存一下 看明白吧 把这个加上之后 外部打下三两十有了 有了之后呢 是不是还得需要Spring相关配置文件是吧 我们一样是从这考一下是吧 从这里考备一下啊 把这两个文件夹考过来是吧 考过来 然后这里头是什么 考到这啊 但是这里头呢 有些是不必要的 比如说这个Spring security 这个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哎 这个时候我们就拆掉就行了啊 删掉 然后呢紧接着 这个里头 这个是不是没用啊 这个没有 这个文件上传 这个展示我们是不会用的啊 这个呢保留一下 我们把这里有东西删掉就行了 没用对吧 哎 就留个壳就行了 那现在也就是需要这个Spring MVC和这个 application.properties 这么一个配置文件啊 就是这样一来 我们就组成了这么一个结构了啊 文件上传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没用 摘掉就行了啊 别的呢 别的呢 这个是不是得小改一下 这个名叫Poto 对吧 Poto 然后呢 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包名是不是也应该叫Poto Poto 这样 Counter啊 把这个包名复制一下 接下来把这包建上啊 对不对 没问题吧 哎 这样一来 我们说这个 这个外部工程啊 这个这个外部工程 我们就把它建立出来了啊 建立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些前端的东西是吧 我们先拿过来 啊 前端东西这里需要什么呢 这里有一些什么安格拉 安格拉GS的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前端页面啊 这样我们先考页面啊 先把页面考过来 先把页面考过来 网站前台 这里的有啥啊 这里 这里不用全考啊 我们用哪个考哪里就行了 CSS需要考吧 amage GS Plugins 还有我们接着做这个index的html 把这几个文件考了就行了 对吧 考过来放到我们的webapp下 看见没有 把这个放了之后呢 咱们看一眼 这个Plugins 这里有没有安格拉呀 没有是吧 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安格拉呀 需要的 对吧 我们需要安格拉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工程里 把安格拉这个目录考过来 是吧 把这个安格拉GS目录考过来啊 考到我们的Plugins 下就行了 看明白吗 这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架构啊 另外一个呢 在那个GS目录下 也得需要怎么办 把那个 对 把那个 把那个base.gs 这东西也得考过啊 这个GS 这里有一个base.gs 和base.pagination.gs 把这两个视频也考过来 把这两个考到这个工程里 然后呢 再建立这个 service service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contral工程 是吧 是这样的吧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目录建成啊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 整个的这么一个工程结构啊 我们就搭建完成了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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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